我们信佛学佛 是要依法而行 这在昨天曾经说到 如人间的财富问题 佛法怎样只是我们 也是佛弟子或却需要知道的 财富包括一切 动产不动产 我有的和私有的 日常生活所需 以及经营保育等都是 关键词 人间 财富问题 财富问题 日常生活 生活所需 经营保育 还有一个是 第二行的需要知道 对 这段里面能有哪一句话 不是关键词 哪一句话你觉得 对你是比较有一个提示的 提示应该就是 刚才说的 是要依法而行 就是如果我们信佛学佛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依法而行 其实是蛮危险的 那这边的依法而行 比较偏向针对什么课题呢 就是财富 应该是 怎么样处理财富的问题 对 很好 好 谢谢你 所以呢 我们学佛 信佛呢 除了谈平日生活当中的修行 方面的课题 修行当然我们要依法而行 那么 佛陀在指导我们修行方面 尤其修行方面呢 确实是讲了很多很多的方法 但是除了修行这个课题以外呢 其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虽然它不是 在佛教的开示里面的一大部分 但是呢 从佛经里面呢 你会看到说 佛陀也会指导一些 有时候呢 生活方面的一些课题 比如说 怎么样减少纷争啊 包括今天我们处理的 财富的问题 所以不只是修行方面的课题 我们要依法而行 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怎么样 看待这些财富的 德跟师 我们也要依法而行 生活除了这些 德师方面的课题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们讲巴苦的时候呢 还有谈到关系上的 这些都是生活方面的 还有自己的生老病死的课题 这些都是生活的 生老病死的课题 所以佛法 虽然大部分都在 引导我们 在修行上要依法而行 其实佛法 佛陀的开示里面呢 也有很多方面呢 是谈到生活的 财富 当然包括了 动产不动产 国有的 怎么样会有 国有的 私有的 财富不是只有私有的吗 其实不一定 今天你生在某一个国家 在某一个地区生活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 福报来的 这些福报 也算是一种 财富的一种 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地区 大家共有的 这个叫做国有的 就是属于国家 但是你有这个权力 在应用的 这个就是一种 我们共同的 好像工业这样子 我们共同在这个国家 拥有的 那整个国家 再扩大一点 就是世界 我们共有的 这些都是 算是 只要我们有这个 权力一物去 好好的应用它的话 这也算是一个 我们的财富来的 所以我们 为什么说 有些天然资源 我们要珍惜 而不要浪费它 虽然它不是你私有的 但是呢 它是国有的 它是整个世界 大家全人类 我们都要去珍惜它 不能够去糟蹋它 浪费它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 财富之一 所以财富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 这些动产不动产 国有的 私有的 最明显大家会想到的 尤其私有方面呢 我们平日的生活所需 经营保育 这一些都是财富的 关于财富的课题